會不會在這邊 好 那個 那個 喂 嗨 大家好 我今天做的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Pretix 它是一個售票系統 那 它是open source 然後它有很多 蠻不錯的功能 那上次那個Pretix有介紹過 不知道大家應該有些人記得 我就不再多加介紹 對啊 我今天特別做的東西是 它的後台長這樣 就是 它是一個 就是大家用Pretix嘛 它其實剛剛有點小 但是它比Pretix多 不少功能 而且它是open source的 所以我可以自己寫Pretix 然後可以自己寫 改內扣的 很方便 所以我現在可以新增一個活動 然後賣票啊 幹嘛幹嘛 那 我今天做的事情是 它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它的頁面啊 這個頁面 它下面 原本是不能放任何 資訊的 就是原本就只有一個賣票頁面 那 我找到一個 Plugin 是 哪裡啊 這個 這個Plugin 欸不是這邊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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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 叫做Pretix Pages 它可以在上面 新增 它可以在Pretix的 這個 受牌頁面上面 新增 新增這個 這邊有一個 可以多出一個 MORE INFORMATION 然後下面就有新增 一些頁面 那 它原本的設計是 在MORE INFORMATION上面 可以會有 就是會有 你可以列出非常非常多頁面 那 可是 可是這樣就有缺點 就是必須點一句看 我現在點一句 把它點一句長這樣 那 呃 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跟大家看 常見到的說法系統 其實有點差別嘛 就是 我們會希望 我們會希望 我們在MORE INFORMATION的時候 可以看到所有的內容 所以 我今天做的事情就是把它改成 可以 呃 我們多了個選項 呃 這裡 在發布頁面的時候啊 我們可以 我覺得 我讓它多了個選項 就是 呃 因為它也發布超過頁面的嘛 那 我今天就可以選 在裡面選擇一個頁面 然後把它設為Primary的頁面 那它就會 直接覆蓋過其他的 直接覆蓋過其他的 所有頁面 然後成為一個 呃 我 我現在想示範一下 我把它打勾起來 然後 save 好 然後 從這裡 好 那 大概 大概就這樣 然後我送了個 然後我就直接送了個PR 不知道它會不會搜 那 呃 所以這樣就會讓它好用一點 不過它還 它 還少了一點點的 我自己覺得應該還可以加個 RigText的 就是 就是讓內容更多的編輯器 吧 不然現在 現在能放的內容還蠻單調的 就只有簡單的 連連圖片都還不能放 就是 就只有簡單的一些 格式而已 好 那就是 改了一些捐口口 大概 就這樣